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王敬九 上次我们说到1947年7月 流动大军强度黄河 王敬九奉命率部在鲁西南迎战流动大军 结果遭遇惨败 这也彻底断送了王敬九的军事生涯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具体讲讲鲁西南战役的情况 1947年鲁西南战役的大背景 是蒋介石为了寻找解放军 华东野战军决战 在山东进行所谓的重点进攻 在河南北部以较大的兵力 在华县以北地区推进 解救汤银城孙年营之围 并且企图和山东的重点进攻遥相呼应 以牵制禁忌鲁狱野战军南渡黄河 侧应华东野战军作战 这场战役从开始到结束 仅仅30天时间 解放军取得了胜利 1947年3月 郑州东北黄河南岸花园口 独口河隆 使得黄河水全部流入故岛 蒋介石就想凭借着黄河天险 阻止禁忌鲁狱解放军难渡 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正在集中优势兵力 在山东和山北进行所谓的重点进攻 所以呢 在禁忌鲁狱地区的黄河沿线 依靠黄河天险 蒋介石是采取守势 那么河方兵力配备重点 是在玉北的新乡郑州地区 希望能够牵制住禁忌鲁狱解放军 而为之后进攻华北创造条件 在黄河以南的鲁西南三角地带 只是以刘鲁明部两个整编师 和由台湾调来不久的整编七十师 一共三个师 担任西字开封 北至东俄 正面宽达250公里 纵身约50到70公里 狭长地带的守备 刘鲁明麾下呢 是整编五十五师和整编六十八师 整编七十师的师长是陈一鼎 整编五十五师六十八师各处两个旅 总共是四个旅 担任河防的直接守备 其余两个旅 担任对解放军地方武装部队的所谓清缴 由于正面比较宽 兵力不足 河防守备部队只能是控制要点 而整编七十师 除了担任鲁西七线的警备 掩护龙海铁路徐州到商丁段的安全任务之外 也是徐州陆军总部的机动部队 1947年6月间 国军发现黄河北岸解放军在浦阳附近 集中兵力 并且在黄河北岸集结船制 为了防止解放军渡河 第四隋境区就将兵力向着 眷城以北加强河防 徐州陆军总部为了保障鲁中的重点进攻 防止中原野战军渡河侧应滑动解放军 因此将原来分配配置在鲁西各县的整编七十师 集结到了加强济宁地域之外 又以吴化文部加强东平湖 独山湖之间的防守兵力 6月27日 国军徐州陆军总部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 刘邓解放军即将渡河侧应华东野战军作战 所以就从玉北抽掉了三十二六十六两个师 车运到徐州以西的荡山商丘待命 冰点县6月29日必须到达 实际上呢 这些部队到了7月1日到3日才到达了指定地 冰点从卤中四水抽掉了第二兵团司令王静九 到金香指挥整编三十二六十六七十等三个师 协同运程守军整编五十五师 试图迫使刘邓主力 将其压缩于黄河岸边加以歼灭 国军在这次战役中 先后使用了兵力 共计是15个整编师 不下20多万人 刘邓大军主力是在6月30夜里 开始在鲁西南 林普吉 汇口 以及以北一带 一百五十公里宽的正面上横渡黄河 刘邓大军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 勇猛强度 沿河守卫的国军纷纷放弃阵地逃走 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 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他害怕自己的部队被歼灭 手中失去了实力 不能保持地位 所以命令整编五十五师 敏门合履 放弃了眷城 向何则撤退 整编六十八师的主力 由大黄吉 北湾一带 向考城收缩 整编五十五师的主力 原来配置在运城以北地区 经过解放军 渡河部队打击之后 于7月1日收缩到运城 准备接手带员 经过多日的战斗 到了7月8日拂晓 整编五十五师 已经全部被监 盖市市长曹福林本人 紧率少数人员 由坑道中逃跑 当运城整编五十五师 遭受到解放军围攻的时候 徐州陆军总部 曾经试图 以这个师的主力 坚守运城 再以整编六十三师 153旅 由荡山向定陶推进 并坚守该城 吸引解放军 屯兵城下 而以由卤中四水 抽调到金香的 第二兵团司令 王定九 指挥五个旅 增援 试图抄袭 解放军的侧背 在运城 河泽间的地区 寻求流动大军的主力 并压缩 殲灭之 7月2日 上午四十时 陈一鼎在金香 接到了顾鲁同 由徐州打来的电话 说刘伯城部 已在东口 林浦集间 篡渡黄河 要陈一鼎 即时推进到家祥 与运城的曹福林 取得联系 随时查报 以渡河的解放军情况 陈一鼎认为 专门为了查清情况 将所部推进到家祥 不够适当 因为家祥已经有 整编七十师 140旅的司令部 查报情况的工作 他们是能够胜任的 同时 陈一鼎 还附有 鲁西七线的警备任务 如果按照顾祝同的命令去做 就要打乱自己的部署 但是限于军令 不得不从 当晚呢 陈一鼎就推进到了 济宁城 这个城原来著有 整编七十师 师属野战炮兵营 和六月间 刚刚成立的一个补充团 那么考虑到 鲁西南地区 兵力单薄 为着抵挡解放军的进攻 只能以此城作为依托 那么济宁城 在日北时期 由吴化文多年经营 攻势比较坚强 以此抗击解放军 问题不大 基于这样的想法 陈一鼎当晚在济宁 和顾祝同通电话 说明了这些看法之后 顾祝同就要陈一鼎 站在济宁待命 而后归王靖九指挥 7月5日 陈一鼎在济宁 接到了王靖九 对各部队下达了指示 整编七十师 推进到家祥 7月9日 向巨野 随关屯 孟姑吉 地域前进 并向北警戒 整编三十二师 于7月8日 推进至马家庙 大田急 向西警戒 整编六十六师 于7月8日 以一个旅 进到金香担任守备 主力在7月9日 集结阳山急 派出有力部队 向合则方面搜索地形 以上国军这些师 尚未集中完毕 运腾守军 整编五十五师就被歼灭 再加上这个时候 王靖九本人 对于所担任任务情绪不高 信心不足 逗留在封县库里 而且这三个师过去 并没有在一块做过战 彼此情况相互不了解 就连使用电报密码本 无线电呼号 都没有统一规定过 说是统一指挥 实则各搞各的 7月9日 王靖九 从他封县老家 给陈一鼎打了电话 除了告知 整编三十二 六十六 两十的行动之外 还询问当前 对解放军搜索的情况 陈一鼎以大敌当前 不应该做事失败相劝 建议王靖九 召开一次旅长椅上的军事会议 大家见一见面 策划下一步的行动 王靖九接受了 老部下陈一鼎的建议 预定7月12日 在金香召开会议 但是刘邓大军这个时候 第一和第七两个纵队 已经在7月10日至11日 对集中在阳山级的整编六十六师 独山级的整编三十二师 六云级的整编七十师 进行了分割监视 国军只有整编三十二师 和整编七十师之间 尚保持有有限电话联络 特别是这个时候 国军对于刘邓大军主力所在 根本就不清楚 下一步行动 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决定 各师只是在正面 派出了加强团的兵力 进行火力搜索 都是在坐等情况的查明 7月12日复晓 国军整编七十师 由副师长罗哲东 率领一个步兵团 和一个炮兵营 以及加强 巨野等线的保安部队 由下关屯 向电弧屯进攻 另一整编七十师 140旅全部 由六云级 向阳关屯进攻 目的是想查明 刘邓主力所在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 俘获了解放军第一纵队 战士约六百名 这样呢 陈一鼎就错误认为 解放军的战斗力量 并不是那么可怕 因为陈一鼎过去 并没有和解放军做过战 那么在另一方面 对于所打的是否是 刘邓大军的主力 也是江系江仪 当天夜里 王敬九对陈一鼎做了指示 各师在集中地域加强攻势 以火力削弱解放军 然后呢 以整编七十师 三十二师 进出巨烟以北地区 歼灭这个地区的解放军 整编六十六师 向何泽方面进击 协同流入名部作战 陈一鼎接了这个指示之后 认为对刘邓大军主力 所在在没有查明之前 将三个师进行分禁 不能达到合击的效果 而且是不恰当的 另外呢 当前三个师集中地域的附近 都已经发现了解放军 零星部队在分割监视 国军一方不迅速的调整部署 而仍以一条长舍阵式的 摆在金箱到巨野的公路上 坐等解放军各个击破 这是指挥上的失误 而且六营级地形无险可守 土制沙地 构筑不起攻势 如果不能马上找到一条出路 非在这里被解放军歼灭不可 正在陈一鼎 惆怒不绝的时候 13日将要破晓时分 整编三十二师市长唐永良 和陈一鼎通了电话 他也认为王静九这样的指示 不足以抗击解放军的进攻 并且举出他在黄河北岸 作战实力来说明 当时陈一鼎告知唐永良 嘉祥 晋宁两城的射防情况 认为由六营级向嘉祥 晋宁撤退问题不大 因为期间的距离只有15公里 嘉祥城还有整边七十师 139旅278团在固守 六营级到嘉祥之间 只是解放军的一些搜索部队 所以陈一鼎 唐永良两个人 在电话里就决定退守 嘉祥 晋宁 利用计设阵地来顽抗解放军的进攻 为了避免各个击破 整边三十二师 立刻就由独山级 向六营级 薛福级靠拢 预定入业之后开始行动 并且联名向王静九 发电报告知这项决定 当天上午十时许 唐永良率领了他的师之鼠部队 来到了六营级 并说薛福级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不能前去 唐永良麾下149旅的旅长 错误地把准备夜间的行动任务 当作是白天行动 就由独山级附近 静止往嘉祥开去 在薛福级附近 就被解放军截击 和唐永良失去了联系 而另外一部141旅 也在运动中被截截截击 部队失去了掌握 大达六营级的时候 只剩下一个残破不全的团了 13日上午九时 他们得到王静九的指示 王静九不同意向家乡方向撤退 并且要整编七十师 归整编三十二师唐永良市长指挥 即向金香伊北万福河南岸地区集结 整编六十六师在阳山集 掩护整编三十二师 整编七十师两师南车 而后呢 向金香西北地区集结 但这个时候 整编三十二师正在向六营级靠拢运动中 解放军也是步步逼近六营级 这项行动为时已晚 13日 陈一鼎和唐永良分析当前情况 再次请求向家乡 济宁撤退 仍然没有得到批准 王静九延斥他们迅速地向南转移 如再迟延 则已一物军机 惩请论处 陈一鼎和唐永良 只好调整部署 按照王静九的意图 准备向金香方向撤退 13日夜 以整编三十二师 一个残权不全的步兵团 接替整编七十师 在六营级伊北的阵地 抽出了整编七十师 一四零旅全部 和一三九旅一个步兵团 并且赋予整编三十二师 整编七十师 两师全部的炮兵五个营 于七月十四日俯晓 开始向六营级南面 解放军的河北阵地发起猛攻 经过半日的战斗 反复争夺曹家楼 瑜伽楼多次 那么因为解放军应有阻击 国军难逃 没有人够成功 那么解放军更是收缩了包围圈 并且突破了北正面 整编三十二师 在孟家殿一个团的防御阵地 形势对于国军极为紧迫 这个时候被围在六营级的国军 已经赶到日暮图穷 走投无路 他们这个时候 南下到阳山级 还有25公里 到金香附近的指定地域 还有35公里 随军携带的弹药 粮草 经过五天来的消耗 已经是所存无几 14日中午 虽然由徐州空域一部前来补充 但仍然不能满足消耗 因此 他们再次发电报给王静九 请求向家祥 进行方向突围 因为这个时候 经侦察部队 在东面进行搜索 直到家祥城附近 都没有发现解放军的正规部队 可是他们收到的 却是王静九 转发徐州陆军总司令 顾住同的指示 命令他们在原阵地聚首 支持到15日拂晓 然后再后命行动 陈一鼎和唐永良都认为 这个时候 去往家祥的路上 并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 如果再拖延到15日的清晨 恐怕东撤也不可能了 所以他们再次联名 向顾住同报告战况 并且说明难撤已经不可能 那么顾住同赴电 并且派专机投下信函指示 大一是要陈一鼎 唐永良 听从王静九的指挥 选择有利地形 坚决抗击 不必非难撤不可 因此陈一鼎和唐永良 两个人决心 于14日黄昏之后 由六营级附近 向纪宁撤退 当时的计划是 整编七十师已一步 在于家楼曹家楼 掩护整编三十二师 随整编七十师之后 经纸房街土山级 向纪宁方向撤退 但在撤退的时候 整编三十二师入业之后 就直接由六营级 向东走小路 经杨柳桥 向纪宁方向撤走 在撤退的途中 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实施 队形混乱 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没有经过任何激烈的战斗 就纷纷放下了武器 至此 两个整编师 除了整编三十二师 149旅一步 和整编七十师 139旅在加强的一个团 师储 野战炮兵等部队之外 剩下的部队 全部被监 那我们再看 王静九麾下的整编六十六师 6月30日夜 流动大军 从林浦吉以下 三百里长的河面上渡过黄河 顾祝同命令整编六十六师 于7月初 由玉北极县 调到鲁西南地区 该师在7月8日上午 到达了金香县城 王静九命令199旅 留在金香城北 万福河南岸 归王静九直接指挥 师部及十三旅 185旅 当日到达金香西北的阳山级 流动大军攻克运厂 歼灭了整编五十五师 王静九完全搞不清楚 解放军的下一步企图 究竟是冬月运河 直接侧应黄龙野人军 打破国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 还是要南进 截断龙海路 直屈徐州 威胁蒋介石的老巢 不要说王静九 就连顾鲁同 蒋介石 他们也不清楚 王静九到达金香之后 由于情况不明 就把三个整编师 北自嘉祥 六英级 独山级 南道阳山级 金香城 摆成了一字长寿镇 想要看看情况 再做打算 当得知 刘邓大军四面八方涌来 才仓促应战 事先毫无计划 完全处于被动 当王静九在7月11日 到达阳山级 召集整编六十六师 班长以上干部讲话的时候 有人就当面提出 兵力分散孤力的摆开 等着挨打不是办法 是否可以召集各式师长 开会研究一下 王静九的回答是 等侦察明白以后再说 这天早晨 他的兵团部代理副参谋长徐生轩 打电话给整编六十六师师参谋长郭宇林 命令他派一个团 向张凤吉游击搜集情报 限两天之内回报 那么整编六十六师十三旅三十八团 由杨山级出发 当天到达谢级 十二日向杨凤吉游击 也没有能够探知解放军的动向 只是在归途中 遇到民兵放冷枪 直至他们的行动 将近半夜才回到了谢级 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郭宇林用电话向徐生轩 询问次日兵团是否要行动 徐生轩说 全部向西行动 以避免疲劳 命令该团再泄集速营 结果下半夜 这个团就被解放军包围 还没有等到服晓就被歼灭 相对于国军这边 敌情不明 那么解放军那边 刘邓早已探知 王静九兵团兵力分散 是各个歼灭国军的好机会 解放军在12日夜里 出其不意的 以迅速的行动 分别包围 并且派出了阻击打员部队 在13日俯晓前 袭击了在阳山 金香之间 阳楼附近 独立工兵团 第六团一个营 占领了金香城北 万夫河上的公路桥 歼灭了国军199旅 首桥的一个牌 这样就截断了 金香和阳山级之间的 交通和有限通讯 7月13日清晨 王静九发现形势不妙 惊慌失措 他们爆发机 对整编66师的 市长宋瑞科说 已经命令整编32师 和整编70师 归唐永良指挥 转移到阳山级 命令整编66师 立刻开往金香城北 万夫河南岸地区待命 宋瑞科当时 立刻就用爆发机 和在独山级的 唐永良联系 告诉他们 等他们两个师 到达阳山级 接方之后再走 当时还命令185旅 派出一步 占领格陵掩护 唐永良说 考虑一下再说 到了上午10时 仍然没有见到 唐永良的回答 宋瑞科又用爆发机 和唐永良联系 那么唐永良 没有接电话 是他的副师长 李世林 接了电话 他说要和唐永良 进行研究之后 再度回答 此后呢 和唐永良的联络 就彻底中断 屡教不应 当孙瑞科 接到王静九 转移到新乡的命令之后 立刻呢 就下令守备 阳山级的185旅的一步 掩护整编32师 前来街坊 他命令13旅37团 集结于阳山级的东端 准备向金香撤退 可是直到基地黄昏 也没有见到整编32师到来 所以孙瑞科就决定不走 调整部署 命令13旅37团 防守阳山级西面和南面的西半段 185旅553团 防守阳山级的北面 554团 防守阳山级的东面和南面的东半段 沿战炮营和两个旅的山炮营 在阳山级北面村岳一带的小高地排列 准备迎击 失职主部队的特务营 工兵营和自重营 准备向战的攻势 当天夜里 解放军围攻阳山级 国军三个团全部投入战斗 击战了一整晚 伤亡1800多人 复小时分 解放军主动撤回了阳山级附近的各村庄 这个时候 宋瑞科的《整命六十六师》 已经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经历 那么他的最终命运又将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